這對我來說是陷阱 我其實是看著右邊然後講左邊的 對 我也覺得我剛剛想要早啊還蠻暈的 就是 你怎麼看 哈囉網路溫度計大家好 我是葉曉飛 我在青春蜜幕溫柔裡面飾演魏清 哈囉網路溫度計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凌薇 我在青春蜜幕溫柔裡面飾演的是紀薇 你們都生活在一種荒謬裡 所以反抗 才能幹就活著吧 你覺得什麼怎麼辦 沒有 這些都是我這麼好可憐 愛不愛啊 什麼的 那些都太難了 就像我們第一題 就底下你會選擇要當誰 第一是紀薇 第二是魏清 三二一 紀薇 為什麼 魏清很痛苦耶 對啊 他可是當紀薇又要去cover魏清 這很難耶 魏清是不是很多哭泣啊 劇本是沒有特別講的 要哭不哭的 但是就是在那個當下 就可能是有眼淚打轉這樣 你會選哪一個選項 一個是魏清的愛情 一個是無數的金錢 來 三二一 無數的愛情 無數的愛情 欸 什麼 無數的愛情 差點 你不要露恕本性 你不要露恕本性 這個 這個是真實的喔 他剛剛選無數的愛情 無數的愛情 而且不是無盡的愛情 是無數的愛情 是無數的愛情 以下你會選擇 有口臭的戀人 或是不洗頭的戀人 來 三二一 不洗頭的戀人 口臭不行耶 因為他接吻會很噁心 可以不讀他的頭就好 我交往過不太愛洗頭的戀人 有味道嗎 就是避開他的頭就好 以下你會選擇哪一項 使得一次新人獎 或是年年都得無數的愛情 來 三二一 使得一次新人獎 我覺得這題是陷阱題 這對我來說是陷阱題 我其實是看著右邊 然後講左邊 對 你真的很擔心耶 不可以你只能選一個 真的只能選一個 沒關係啊 我就心裡知道我想要什麼就好了 以上你的接受哪一項 精神出軌還是肉體 哇塞 三二一 肉體出軌 肉體出軌 對肉體 因為精神出軌就沒辦法了 我現在在跟你相處 然後結果你心裡是在想另外一項 陪著我的時候 上車探 你懂嗎 我們好像不用繼續回答問題了 已經太有默契 真的 你比較喜歡哪一項人 很認真但是一直NG的演員 還是很沒禮貌 可是演技非常多 我自己想要當哪一個 我自己想當哪一個 好 三二一 很沒禮貌在年紀很好的演員 這兩種我都遇過 就很沒禮貌 就希望跟大家也就格格不入一點就好了 不要互相影響就好了 不要連累就好了 對不要連累就好了 但是很認真 NG那真的是整個劇組的事 就是影響到太多人了 我是不是很無趣 我是不肯講的 要嗎 怎麼可能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遇過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難選 因為我遇到的都是很有禮貌 演技也很好的演員 對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 沒想到兩位的默契真的挺好的 接下來就來看看他們的想法 會不會跟網友們的一樣呢 可以猜猜哪一首歌是彩虹之士歌曲的聲量 ㄟ 哪一年啊 討論度最高 今年 今年喔 討論度最高 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就是今年的事 不知道欸 因為MV很好看 就很常聽到這首 那我們來公布一下答案 這是彩虹 OK 答對了 欸擁抱還是第二欸 欸真的假的 很厲害 擁抱是那個嗎 抱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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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我 頓你喔 抱你 抱你 要頓你是怎樣 好 那我們再下一題 暈船 哪一個是最讓網友聽傳的訊息 好害羞喔 這些都不是我會認的 但我可能可以猜猜看 好像是剛好講到我心裡面在想的 他就突然可能就是聊天的時候說 好久沒有失誤容忍 我就覺得這樣 喔 就心靈伴侶 對對對 3 2 1 這幹嘛 晚安都假的啦 晚安 就是他可能回完你 然後他還是繼續話 對啊不可能 晚安太簡單了 可是我覺得早安 我也覺得 對欸我也覺得我剛剛在想 喔早安還蠻暈的欸 就是 你早安像打卡 沒有 欸他找你打卡 可是晚安的話 我跟每個人都可以說晚安 那我講晚安然後繼續聊一聊 那你也可以跟每個人都說早安啊 好累喔 早上有那麼多精神喔 Why 因為你是晚安 你在幹嘛才第五名 那我看哪幾個我可以 你在幹嘛 想你 我陪你今天很累嗎 我不會挑太多 那很容易 你待會兒 因為是早安 直接說想你 然後說你在幹嘛啊 我就覺得喔你是不是想到我這樣 然後直接說想你就 我也發了五十個人 對啊 說想你啊 想我不會直接出身上我面前 其實我覺得全部都要看的是誰講 如果是他講我就不會嫌棄 你乖要陪你嗎 什麼很累嗎 你還好嗎 想你 你好可愛 聽起來超變態 想說me too 我覺得結婚之後 哪一個最容易讓夫妻吵架 是不是這樣 沒有音樂是真的有聽過 太多了 對 有人就是不會當橋樑嗎 嗯嗎 你有經驗嗎 好像我已經離婚了一樣 沒了喔 好想要繼續玩喔 好玩 青春一定不溫柔現在正在上映中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支持跟分享 創作自由的學運為背景 有包含青春也有愛情也有自由 應該是說每個人想要追求的東西都不一樣 然後也透過這一場三十四天的抗爭 就看完之後會滿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不管是跟伴侶或家人 或是就是可能同儕或是同事之類的 就是看起來好像大家想要的是一樣的 但其實大家想要都不 就是你們就是 敞開心胸然後就想說 啊我們來享受一個 那個很棒的青春電影就好了 嗯去看我們談戀愛嗎 可以啊可以啊來看一下我們談戀愛 好就是歡迎大家近夕遠來支持國片 青春並不溫柔熱映中 掰掰 掰掰